我们再来谈另外一部片子 其实这个片子是改编 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绘本 叫做《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其实这本绘本 在全世界都还蛮有名的 在台湾其实也曾经发行过 我记得是上宜经济会 就是那种非常适合亲子阅读的 作业养子化的作品 那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日本绘本作家 那这部《基督》图片 其实也是很巧合的找到 我是非常地喜欢他的那个绘本 但是其实绘本后来绝版了 然后后来找找找就发现 原来有拍成电影 你知道那种惊喜 就是然后而且很有趣的是 惊喜的是这个电影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卡通而已 它变得是把左野养子 因为它创作这个绘本 然后带起了世界上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绘本虽然看似可爱 讲一只猫活了一百万次 但是他每一次其实每一个人生 他对他来讲猫生 他都觉得不幸福 他都不快乐 那大家都说你为什么不快乐 你又可以有水手的主人的时候 你就去四处航海 那你有一个爱打扮的漂亮的女生 当你的主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享受怎么样豪华的生活 那这样有什么好不快乐 他就说可是这些不是我要的 然后一次一次一次之后 最后他就经历了很多次的猫生 对 跟冒险 那每一个冒险当都不是他要的时候 那到底什么才是他要的 好 袁琳我们要先来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你那时候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的惊喜 对 就毕竟我们也许也没有看过绘本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好 其实在创作这个影片的时候 所以也扬子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了 对 然后他本来其实是不接受纪录片的访问的 所以电影里面我们看得到他 但是都比较测的 那我觉得这片很精彩的是 刚好的去把所以扬子 面临就生命的终结这段时间 最后这两年 对 他怎么面对病痛 面对死亡 面对生命将近 但是仍然找到一种力量 然后回应到他的书 其实也是在不断不同的人生里面 去找寻你对生命的喜悦在那里 然后这个几乎片点的是 不只是拍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也拍这个作者 也拍所有受这个作者影响的 这些日本人 或者是全世界的读者 去谈就是他里面带出的那种 生命的韧性跟坚强是什么了 好 其实台湾对于日本的作家 还蛮熟悉的 尤其是推理小说这个类型 那当然我们说公布美信小姐 已经不再只是局限在 推理小说的这个类别里面 但我们这次也选了一部 他的作品 理由改编的电影 对 这部也是 每一个都是我的爱啊 因为公布美信大家都知道 它已经是国民类型小说天王了 那它的除了推理之外 有奇幻类 有社会类 然后这次选的这一部 也非常精彩的是 由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导演 大林轩燕 他其实是他80年代就起来了的 非常有名的大师啊 也曾经拍过像四股怪谈啊这些片 那这次这部片 他等于也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 去回应公布美信 在原来《理由》这本小说里面的那个叙述 《理由》这个小说大概剧情内容是什么 大概其实是因为一个案件 然后有很多警方就一样嘛 就是去做征访 判访 然后就发现不同的人对于那个事件 有不同的解读的或不同的理解 或不同的时间点的叙迷 然后随着他们的抽丝剥茧 很多人的证言也才慢慢的拼凑出 那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所谓的凶手 所谓的犯人 是不是真的是十大二极 未必见得 然后变得是一种对于社会面向的观察了 那这个也是公布美信的作品 非常精彩的 总是透过一个看起来十二不赦的死亡 或者是这种凶杀案 然后去带起的其实是所有受影响的人 或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电影很精彩的是说 它不是用传统推理系的方式 就是选你 然后警察探案 然后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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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手到底是谁 它变得也是找了不同的证言 然后有将近一百个人物的登场 然后去一个一个的片段的去组合 像是小说一样去拼凑起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其实到最后 每个人的阅读 不管是从电影还是从小说 都可能有一个你对于所谓真相的认识 可是这个就变得是 电影也不是只是给你一个答案而已 而是给你一个关于那个时候 关于这个案件的可能性的各种面貌 所以也就是说 公布美心的作品 其实不是只是一个推理小说 它在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社会时事 电影其实也还蛮呼应这样的精神 对 在手法上 在虚实上 所以真的就是日本人好厉害 好 我们镜头要再转向意大利去 《植树的孤独》这本书也还蛮特别 他其实这个作者是一个物理 量粒子物理博士 对 结果他26岁写了这本书之后 竟然就得了意大利最厉害的文学奖 而且他是史上最年轻的得主 26岁 天哪 真的是 这种人生真的过分 这怎么办呢 对 但是真的是天才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人有才华 就是举哈斯马 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 就是光华就已经现了 是 成名要趁早 对 而且《植树孤独》非常有趣的是 不只是 就台湾可能读者非常的多 因为它是非常畅销的小说 那这次找来的这部电影很有趣是 那个作家保罗唐球 他真的不只是量子物理学家 不只是小说家 这次也亲自参与编剧 那这电影很好玩的是 小说本身就是很跳动的叙事 跟那个就两个人 其实从小 其实看起来是 两个平行的宇宙永远 就是植树是永远不会找到你的对应的 它永远没办法有第二个 但第二个 两个孤独的植树 它用植树来比喻人的那种独特性 永远的没办法找到跟你完全 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么孤独的一个人生或生命的状态 是不是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情感的连结跟呼应呢 所以这里面很有趣的 小说很有趣的 回到电影也是 就是两个看起来永远不 没办法相遇的人 一男一女 都是青少年 都是青少年 它慢慢地成长 然后那个看似平行的生活跟生命状态 慢慢地那个涟漪越来越大 你就看到了那个撞击 那还是孤独 人还是孤独的 然后它透过不同的年岁 对 少年 青年到成长 他们生命不同状态的跳跃的那样子的简洁 你反而透过那个 看起来永远孤独的人生脉络跟轨道 好像找到了一些 虽然我知道我永远只是自己孤独的小行星 可是我知道远方你有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跟我很类似 也很孤独的小行星 我们彼此遥远地互放光芒 那那个光芒的互相照应的时候 可能就是那个 这个茫茫宇宙里面 自己小小的慰藉 我想可能也因为作者本身 他就参与了编剧的工作 所以在情节的挑选跟设计上面 这个部分变得是很美妙 就是还是好孤独好哀伤 但是你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慰藉 好 所以如果喜欢植树的孤独 这个文学作品的人 去看这个电影应该也不会太失望 对 好 我们节目只剩最后一分钟 我们要请袁玲跟我们介绍 真的大师卡夫卡的城堡 这真的是 不只是卡夫卡是大师 就是导演本身麦可亥那一刻 大家真的爱慕啊 白色段大 就是获奖无数了 那这部片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台湾其实所有卡夫卡的作品 电影作品都已经上过院线 或者是甚至都已经发行DVD 只有这部是遗珠 然后这次遗珠我帮大家补起来啦 哈哈哈哈 而且你刚才想的就是 汉内克这种冷冽的对于人性的批判跟思考 跟卡夫卡对于人的状态的那种内在的描摹 这真的是天作之和 你知道跨时空的两位大师的呼应 这部片真的非常精彩 然后你不管是喜欢卡夫卡还是喜欢汉内克 我都觉得你在这部电影里面 你可以找到第三个或者是更多的 就是说一加一其实是不等于二的 两个大师的撞击绝对是三 甚至是三五十倍的那样子的一个丰富 好 今天非常谢谢袁玲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欢迎来看 我们也很期待台北文学乐影展 对 即将要开始了 感谢观看